国际汇丰银行爆出了高层职员事前操纵外汇交易的丑闻 汇丰银行两名顶级外汇交易员因为抢先操纵客户一笔35亿美元的外汇交易 以从中谋取800万美元的利润 星期二晚上在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录网之后 在电讯欺诈罪名下被控上纽约法庭 两名涉案人士是汇丰外汇现金交易全球主管50岁的马克·约翰逊 以及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外汇现金交易主管43岁的斯克特 两人都是英国公民 根据控撞两名被告蓄意想在客户买入价值35亿美元的英镑之前 购入英镑再将这些英镑转售给客户 导致英镑的汇率飙升 客户被迫以高价买入英镑损害了客户的利益 在此之前美国司法部已经针对全球银行涉嫌操控外汇交易展开一年的调查 这也是美国检察官首次针对事案个人提出刑事控诉